台积电好 还是来买0050呢 当然0050等于 也是买台积电的一部分 基本上我觉得 当然台积电非常好 可是当你只有台积电的时候 你所有的重心都会在他身上 那这个时候 你忙你也看他 你不忙你也看他 他也会觉得很烦 你一直黏着他干嘛 你可不可以去做点别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最好就是说 他在忙你可以去找别人看电影 他在忙你可以找别人去唱歌 他在忙你可以找别人去骑车 他在忙你可以找别人去泡汤 就是说你可以分散你的焦点 所以你才会每天这么忙 没有我现在用这样的方式 举例0050 不要误会 其实不小心把自己的私生活 讲出来这样 那你看 我帮你保留一点 0050的部分 几个重要的成分股 除了台积电以外 像刚才这个 也有提到比如说中钢 刚才你一开始有提到中钢 像南亚最近他们也有讲 景气开始有机会回升 那最近法人也特别喜欢的联电 或者是包括这个发展电动车的鸿海 以及联发科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做0050 因为台积电涨你也受惠 那台积电不动的时候 其他类股轮涨你也能受惠 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是0050 OK好 0050比较多的组合 好 所以定期定额是让你可以 适度的留在市场最好的方法 说明这是个第一点 你现在定期定额继续做 未来可以赚到这个上涨的机会 如果是跌的话呢 其实一点不用担心啊 你可以买到更多 更便宜的 当然我觉得定期定额 我的个人的标的 还是那两只啦 0050 0056 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不要选个股 因为个股充满了想象空间 台积电待会儿 所以这边有专家会说 我也不管台积电好还是不好 因为0050代表是50家公司 完全分散风险 所以这个是相对 我觉得安心的地方 所以我也不管它 到底会不会继续跌 跌我就继续买 现在是一个熊市存股 你的心态是如何 我还是保持大概一以贯之 就是从头到尾 我就是遵循原来的原则 第一个 我一定买好的公司嘛 所以好的公司就是逐年营运会获利 还是逐年会成长的 那当然我还是比较有耐心 会等一个合理的好价钱 那所以我跟一般投资人 心态会稍微不太一样 所以当有大跌的时候 大家说天上掉下来的刀子 不要接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找 有没有礼物可以接 人家在看刀子 你在看礼物 对 心态会比较不一样 所以碰到有股灾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心慌慌意乱乱的 这种情况 所以还是跟以前都一样 那但是呢 这次资产应该有缩水吧 资产 整体的资产 资产其实每一天都在变 真的 你如果资产用电脑那个程式 你每天不是涨50万 明年就跌25万 就后来又多少 那你现在有继续的投入存股吗 你目前现金保留多少 我现在其实也不多啦 我今年的现金股利差不多 240万的样子 现金股利 那我的做法都是每一年暑假 现金股利领完了 我就把未来一年要有的生活费 我全部都移到我生活账户 那剩下的我才留下来准备 来一年 看看这一年有什么好减的 那我就陆陆续续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连电 所以现在钱都进去买股票了吗 还没有啊 还没有 今年还没有 今年那个还保有一些弹药 没有一次吧 因为我买 因为我觉得存股足就怕了 因为我怕万一全部买光了 后面大跌了 我就没办法摊我的成本 所以你现在资金什么分配 你会放定存吗 不会吧 我不会 目前不会放定存 所以我变成就是说 一张一张就慢慢买 但是一张买又有时候有一种遗憾 就是你今天买完了一个36块的 明天变3838变40 你就买不下去了 就这样来来回回 你现在是把生活费先扣好 当然 你怎么算这些生活费 扣多久 你会留多久 一年吗 还是半年 就留到明年6月 留到明年6月 明年6月嘛 因为7月又鼓励进来 鼓励又进来 对 所以未来的 那一年大概我就户头留个90到100万在那边 那每个月去扣 因为我还有每个月还有退休金进来 OK 老师是退休的教授 对 保留到6月期他就慢慢进去买 为什么保留到6月 尤其是5月我们要交所得税 等所得税扣完以后 我就知道我还剩多少钱 那剩多少钱的时候 说不定7月份 我剩你也钱又进去再 看可以多领一些股利 OK 反正有多的继续买就对 生活费先扣着 半年就够了 OK 就是说一个原则就是 不要为了紧急的花费 你要去卖股票 因为那样子你会可能卖到 不该卖的时候 是 所以我们之前说用闲钱买股票 那闲是你暂时不会用到的钱 去买才会安心 特别是存股足 然后学习你退休存股 你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你一定要投资到好公司 你投资到好公司 如果不小心你的价钱 买得稍微高一点 你还可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会把你的本赚回来 那个当你不要去 随便听别人的道听途说 谁说谁的 因为你当你想要存股 你就要用时间去换你的获利 就要有耐心了 你不能又想到 我又要一页致富 我又要存股又什么 但是到存到最后 你跟别人跑到最后 人家说存股那个股 就变成股头的股 那那就很惨了 然后不要为钱太烦恼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会在意说 上面上这个买东西支出 数字跳动会很心慌 你不会 没有 你看久了习惯 因为你看到 第一次会很心慌 但是你后来你会发觉 它马上回来了 而且当景气恢复的时候 股价回来的时候 你跳起来会很快 虽然你跌得快 跳回来也更快 你经过两次以后 你大概就习惯了 好 之前老师有公布 我们这个手抄本 你这个买的股票 现在内容有没有变动 没有什么变动 就是增增加加加加加减减 那我通常会加的 有一些 比如说像 我刚刚讲的连电线不错 而且明年展望很好 那它现在三十几块 我大概三十六 三十七或三八都有买 这样子陆续增加 那还有一种就是 像台座南亚 我虽然很喜欢 但是好像它又没跌得很深 对 那我就会有时候去把零股给它补齐 这样子而已 我就不会买那么多 对 不会加那么多 那我还有一个 我一直很喜欢 那二十多年的统一好了 统一它一直在六十五 还上下晃嘛 那我通常就等于 它哪一天 它大幅跌低一点之后 我正好有钱 钱别的又没什么好标的的时候 我又再多存一两张 这样子 其实我的股数是慢慢逐步在增加 但增加的快跟慢不太一样 我增加最快的可能是玉山金 玉山金 我现在四百多张玉山金 对 因为它每年又配不少 所以它配起来 当你的股数增加之后 它再配的又更多之后 那个滚起来有点 是速度算是蛮快的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 创造一个现金流的观念 我们想要比支出 像刚刚庆宜讲的说 我想要一个月两万 那一年二十四万 那你要存多少 你就最简单你把它乘以20倍 就是用5% 480万 480万 480万来讲 那你可能你大概存个300张 左右的00878之类的 那这就是你的目标了 300张00878而已啦 对啊 300张而已嘛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说你先存一笔资产 然后靠资产产生的钱来帮你买单 那我从去年我就订这句话 目标就大概存个5000万 那目前大概达成率是六成吧 目前大概存了3000左右 那这边就有个明细啦 上半年这样没有搅乱你的存股计划 我照存 因为其实股票跌对我来讲 反而是一个好的机会 你说上半年我反而我要去加码了那个 台气银加码了100张 还有那个 台气银买100张 对 我买了20张 后来又买了 那我的目标其实就是靠零股利 零股利我粉丝囊都有贴嘛 每个月捐个20万出去这样 所以说我是创造比5000万 那5000万要领了股利 缴完税以后 那就一个月就给他捐个20万 其实也不是我在捐 是这些公司给我钱 OK 但是我要先去存他们这样子 有哪一些是你觉得现在还值得加码的 我讲大家都想问说 陈老师现在存什么 其实以目前这样子来看 我目前这样子看来讲 第一个其实台气银算还是不错 台气银 其实新复发明后年也不错 长虹明年不错 那还有其实连强最近也下来了 也不错啦 其实那我就是今年领到鼓励 我会持续再去把它买 就是尽量赶快把这个5000万存起来 那存起来我人生就轻松 我就每天可以去游山玩水 当然我们看到说我们存股 存股基本上就是要获取这个股息嘛 例如说我们简单来说 如果你一栋房子出租出去的话 那么你一年想要获利20万的话 那这个报酬率是2%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资产是不是就要1000万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 我刚听到好像都是投信公司的章数 跟价值跟价格 还有所谓的这个我一年 会有几百万的这个收益的话 这个对于所谓我们的散户而言的话 基本上这是一个挑战 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要存股的话 就很类似什么 很类似我们在养一个小孩子 那养一个小孩子跟一个 我要买一栋房子的这种代价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买房子你要贷款 每一个月在那边付款 到期的时候 我还要再把这栋房子全部交给小孩子 所以这个道理是跟存股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代价值全带来却 他会有限的 这种贷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只想在说 这种忍者 的这种这种 子 我都来说 好 这样 月